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A3打印机的操作步骤 刚收到打印机的时候是这样一个状态 外面有珍珠棉的包装 把它去掉 这里会压上一些珍珠棉的防震的东西 都要去掉 然后在这个打印机里面 需要装两个计电器 这两个计电器要装在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是插上去的 所以发货的时候我们把它是取下来的 收到货以后把它装到机器里面 我们先来把机器打开 打开这个机器需要拆掉六颗螺钉 这里 这六颗螺钉拆掉以后 这个盖子就可以打掉 打开盖子 在这个地方有两个插时间计电器的插座 插的时候注意 高的这一边 插里面 方向是这样 再插这个叫时间计电器 再插时间计电器的时候 检查一下 这个有个指针 这个指针指到二 指到二 然后再插上去 这个就直接插上去 哪里的这个透明的这个 插到外面的 插上去 时间计电器装好以后 我们就把盖子可以盖上 现在我们可以先不上这六个螺钉 先安装连够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可以正常了 然后我们再来装螺钉 下面我们插上电源 插上电源 因为这是1430的打印机 它自带WiFi 所以它可以 不必接USB线 如果说你希望用USB线来传输数据的话 USB线在这里 那这个滑槽呢 就可以把电源线或者是USB线放在这里 从旁边走过去 然后开机 那开机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这个托盘 这个打印的可以移动的托盘 要把它拖到外面了 不要把这个白颜色的部分弄到打印机里面 不然它开机就会爆错 现在我们看 在这个开机以后 电源灯一个绿灯亮的 墨低灯一个红灯亮的 就说明我们没有装墨盒 把盖子打开 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墨低按钮 就会看到这个墨车移动到这个位置 收到机器以后呢 在这里上几个螺钉 上两个螺钉 就可以把它固定在上面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1430的年贡 芯片 是六个芯片的这一面 朝里面 朝里面放 这里有六个芯片处点 像这样放 放下去 放下去不是就这样就行了 就用力往下按 两个手一起用力 听到咔咔咔的声音没有 我们就看到这五个全部按下 这里还有一个翘起来 我们用手把它按一下 那它每一个这个小卡子 全部都要卡在上面 然后你用手往起拉 它都拉不出来的 这样就是装好了 这个地方 这有两个螺钉 在这两个螺帽里面 有一个上了一个金属的一个小卡 在这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管子 从这上面套上去 这里 这样拨 年贡就这样固定好 再按一下 墨地按钮 回去 再看墨地按钮的红灯已经灭了 这个时候粘贡就装好 如果第一次装这个呢 它会自动清洗 自动清洗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废墨瓶 这个废墨瓶快满了 要定期的注意 定期的要倒这个废墨瓶 你就它的清洗 你要注意看 这个地方有没有废墨流出来 有废墨流出来就正常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打印喷嘴检查 这个呢 不活的 它随时都可以推进推出 然后我们打喷嘴检查呢 它是打印在什么地方呢 它打印在这个 在这前面一点 那么我就要放一张纸 让它超速了 大概四到五公分 这里 然后我们把这个推 一直推推推推 推到最里面 推不动 推到推不动了 然后我们就在 电脑里面 打印在这里 这个打印前 这里有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呢 它不控制打印机 它只控制 这个托盘 和打印机的同步 它要打印的时候 它自动的就和 打印机同步 它开始动作 不打印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用手来 自由的推动它 打 真正要打印的时候 你就推不动它了 是由打印机来带动它 所以这个一定要拨在 开的状态 好 我们再来看 喷嘴检查 打印完以后呢 它是一直会往前走 走到最前面 会自动停住 然后你就可以用手来 自动移动它了 现在是 喷嘴检查 断了一两根线 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有断线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墨滴按钮按住不放 一 二 三 四 打印机 它就会自动清洗 清洗的时候呢 这里会有沸沫出来 这样操作两到三次 然后我们再打喷嘴检查 如果说第一次上墨 防制品墨水 你这种情况呢 静置一两个小时 再打喷嘴检查 也可以 因为说是水性墨水 它可能在清洗过程中 会有气泡 你静置一两个小时之后呢 气泡消失了 这个喷嘴检查的断线 也会消失 标派的加热装置的打印平台 这个打印平台是可以加热的 由这个来控制 这个微电脑控制的一个加热平台的一个控制器 您可以看一下 现在它标明的是室内温度 我们怎么样来把它调高 首先我们按一下上面 上面这个键 S1T这个键 按一下 然后按向上的键头 按一下它就是增加一度 也可以长期按着 它就增加的快一些 可以加到60度 或者70度 好 那么到70度呢 它就会自动的恒温了 全面从这里放下去 用一看 一会左边 右边 又相等 不然它打歪了 然后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磁条 这个磁条呢 是选配件 如果需要可以找我们 淘宝客服购买 这磁条往这里一放 它就吸上去了 再吸上去了 前后 倒一放 然后把它 做巴巴的以后它可以放平整 然后平整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 食料可以弄到反面去 这个衣服放了以后呢 这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衣服的最上面 和这个前面的平台 一定是一样平 如果不一样平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悬柳 来调整它的上下 这个悬柳呢 它可以最最低可以调整到 85毫米 总共就是你打 可以打印的高度是85毫米 所有要打印的物体 要把它调上来 和这个前面一样平 从这个前面平着看过去 你只能看到衣服的纤维 不能够看到衣服 所以所以呢 就是说每次注意调整 不然的话 打印的时候 喷头就可能会刮到衣服 导致这件衣服报废 打牙印前 我们先把这个衣服绷平 好了以后 把这衣服用手推 推到最后面 推到推不动 都会赠送一个 REAP 8.1的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选择一张图片 一个小公园的图片 然后设置好它的尺寸大小 然后点打印 然后点打印 就可以了 下载了 这个下车 我也想想知道 是 契红 牛肉 木